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芭芭拉 財報顯示,2022年是烏森市中國在近9年來業績最差的一年 受到中國疫情的影響。李嘉誠旗下的跨國零售集團 烏森市在中國門市數量2022年首現負增長 幾乎每天關閉一家門市。 《每日經濟新聞》4月8日報導 2023年以來多間在當地堪稱元老級的烏森市門市 關閉各大平台上也充斥著消費者、前員工等對烏森市的不滿。 一位在2013年入職的烏森市員工表示 2014年、2015年那個時候他們員工都拿萬多元薪水 現在他們一個月拿二千多元,還有一個月拿幾百元。 烏森市線下的門市冷清,在全國多地上演著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走訪多個大型商場的烏森市門市 早已不復昔日的火爆,網絡上 關於烏森市服務差的貼紙也不少。 烏森市曾是零售美裝備組,幾乎在每一個大型商場都看到它的身影。 但現在烏森市的存在感越來越弱,那些漸漸消失的烏森市店舖並非偶然。 就在沒多久之前,烏森市務公司公布2022年財報。 財報顯示,烏森市在2022年全球總營收同比下跌2%至1696.45億港元 EBITDA是143.09億港元,同比下跌11%跌至2022年的水平。 其中烏森市在中國市場的營收同比下跌23%至175.79億港元 EBITDA是10.9億港元,下跌59%。 值得留意的是,2022年是烏森市中國在近9年來業績最差的一年,總營收低於2014年, 還突然停止進入內地33年來的擴張腳步。 2022年店舖數量首現負增長,共關閉343間, 店舖總數跌破是3836間,平均幾乎每天關閉一間門市。 長江和記在財報中表示,門市減少主要是由於烏森市對虧損門市尤其是受到疫情影響的門市進行調整。 回顧烏森市的光輝歲月,年增300間門市的快速持續5年。 由2015年至2019年,熱金單店收益也不斷下滑。 2021年烏森市中國單店年收益只是544.87萬港元,是2014年的一半。 到了2022年,更是進一步同比下跌18.3%。 由2015年開始,烏森市在中國市場的業績更是出現增長停滯。 昏水嶺就出現在2016年。 同時,烏森市新增446間新店,門市總數達到2,929間。 但它的業績增長就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年,門市銷售同比下跌10.1%。 烏森市集團是長江和記實業旗下的國際零售及食品製造機構。 該集團涉及12個零售品牌包括有保健產品、美容產品、香水、化妝品、食品、飲品、 電子產品、洋酒及機場零售業務。 長江和記實業是長江企業控股有限公司和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的主要控股公司。 公司創辦人是李嘉誠,董事局主席是李澤巨。 自從2020年初,武漢爆發大規模疫情之後, 中共當局採取嚴厲的清零政策,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除屈臟市之外,玉爾瑪、法國歐上集團、日本高島屋等多間跨國零售商, 在中國也慘淡經營。 玉爾瑪中國由2016年到2020年, 四年時間裏在中國大陸關閉了80多間店。 2021年,玉爾瑪中國關閉32間大賣場。 在2022財年第一季度,財報中,玉爾瑪國際銷售額跌幅較大, 不再透露玉爾瑪中國的營運數據。 法國大型零售商,加洛福在中國大陸的首間門市, 也進入停業倒數階段。這間門市在1995年在北京朝陽區開業, 曾是中國第一間超級大賣場。 據北京商報3月26日報導,目前店內大多數貨架空置, 水果、乾貨、熟食等區域已經沒有貨賣。 部分沒有賣光的蛋類、日用品等商品被推放在一起, 用膠帶打包好。收銀台附近擺放的大清倉, 貨架上標有三折起優惠,主要是酒水、飲料等。 加洛福創益街店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 上述情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過完這幾天就關門。 報導說,門口張貼停業公告顯示, 加洛福創業街店因租約期滿, 會在3月29日停止營業。 消費者手中的加洛福購物卡可以在北京區或其他門市使用。 北京加洛福相關負責人也回應表示, 門市租約到期,租金會加價, 北京加洛福出於綜合考慮暫不續租。 加洛福創益門市在1995年在北京朝陽區 北三環東老月6日開業,經營面積達8000平方米, 是法國加洛福集團在中國開設的第一間大型賣場, 也是中國內地第一間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賣場。 2023年年初,中國多地居民反映, 加洛福購物卡消費受限,部分貨架出現空置現象。 中國媒體曾報導加洛福中國即將破產的消息。 據時代財經, 2023年1月引述一位匿名供應商人士的說話, 2021年11月起, 加洛福已經沒有按合同約定來付款了, 一直到了2022年上半年, 雖然不會全部給清, 每個月會給小部分。 但由2022年下半年開始, 加洛福完全停止付款, 他已經被拖欠貨款將近310萬。 該人士表示, 2022年12月, 他開始不給貨加洛福, 和他一樣被拖欠貨款的供應商亦不少, 比較熟悉的雞蛋、肉類等供應商都出現這種情況, 並且撤出賣場。 2019年6月, 中國大型零售商蘇寧移購, 以48億元收購加洛福中國的80%股份。 2023年2月, 加洛福中國還引入安徽省安慶市營光區政府所屬國資平台的戰略投資。 蘇寧移購財報顯示, 2021年加洛福中國只新開3家門市, 就關閉了26家門市。 2022年頭前三季度, 加洛福中國沒有新開門市。 門市數量由2021年尾的205家減少至9月尾的151家。 關閉數量達到54家。 過去3年, 受疫情影響, 加洛福中國年年虧損。 公開資料顯示, 2020年加洛福中國只虧損7.95億元, 2021年只虧損33.37億元, 2022年上半年只虧損4.71億元。 以上節目內容, 部分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李冰, 大紀元新聞網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分享給 vous。 座託, 座託, 座託 感谢观看